郭台銘這次去歐洲催疫苗之後 BNT也承諾明年會給3000萬劑的這個BNT保留給台灣 那如果明年真的有2000萬劑的莫德納再加上3000萬劑的BNT 那北市還會考慮自購疫苗嗎 疫苗不是買是要買到 所以2000萬加3000萬5000萬 如果你們買5000萬進台灣 台北市當然不用買 蘇貞昌今天早上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只有說感謝郭台銘的提醒 並沒有明確回應到底要不要買 市長最近有沒有跟郭董聯絡 有沒有考慮要爭取這些疫苗給台北市民 郭董現在還在隔離檢疫 所以還沒有機會去拜訪他跟他講話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疫苗不是買是要買到 所以2000萬加3000萬5000萬廢話 如果你們買5000萬進台灣 台北市當然不用買 可是問題是 我們到現在一直看到是只有買沒有買到 還不是全台灣現在為了這個疫苗誰要先打 在朝鮮一團 所以 所以這個疫苗的問題我覺得還是政府要去嚴肅面對 到底你的政策是什麼 想好嘛 本來我們那個第三劑準備28億250萬劑 他的邏輯是說 如果 如果 因為是這樣 第一點 現在美國的規定是 第二劑打滿8個月後可以考慮打第三劑 而且他打第三劑他也不是全部打 他也是從那個年紀大的打下來 就是你有年紀大或慢性病覺得這個萬一感染死亡率比較高我就打 所以所以是這樣我們台北市打疫苗 這個是這樣我們是為了第三劑做準備 我認為前兩劑還是國家要負責 還有一點我們就算編預算要等議會通過也是明年的事 那第三劑是說 如果後來我們的那個文獻看起來是說 時間拖久了 疫苗保護力低 當然考慮要買 或者說變種病毒出現 哇現在疫苗都沒效 那也要 那也許要考慮要買 我是把那個當作一個預備隊 但是國家還是要負起責任把第一劑第二劑要處理好 但是慢慢的 所以我們這位就應該是堅持的 我們不准資餘會 為了 這位 , 那 我們